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回到今天的一周国际焦点 在我们现场的是淡江大学 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 李大中李教授也非常欢迎 YouTube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 来李教授早 早 凤卿早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早安 我们还是把焦点 可是台湾的选举现在是国际焦点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 国际上面有非常多的专家 都要对于中美关系 以及台海关系 去发表他的意见 就是因为台海关系 台湾的选举确实牵动台海关系 也确实牵动两岸关系 以及台美关系 所以就影响全世界 对于中美关系的一些影响 但是呢 现在呢 我们还是要把焦点放到尾巴冲突 停火一周之后 大家觉得 可不可以借由人质换停火这件事情 一直延续一段时间之后 就可以进入停火协议 但没想到没有停火协议 反而是又开始冲突了 对 因为我们想这个停火协议是从11月24号开始 就是在这卡达的斡旋之下 当时以色列士跟哈马斯 在做谈判 那的确是有些不错的成果 从12月24号 本是说四天 一开始说停火四天 到11月27号的时候 双方同意说我们再延两天 四加二等于六天 那原本是在11月30号 这停火早上这个七点钟要结束 但是到这个最后的时刻点的时候 双方又达到一个协议 本来的停火再延一天 而且在这时间里面 哈马斯又再释放两个人质 最后再释放六个人质 又多释放了八个人质 那可是很不幸 这个停火协议在12月1号的上午之后 就完全停止 这跟外界的期待有点落空 就是本来大家会认为说 在卡达的斡旋之下 这个以哈双方借由释放人质 那以色列是释放 他所囚禁的一些巴斯坦的一些囚犯 那双方大概释放了 这个哈马斯在释放一百多人 人质 以色列最后大概释放 大概240位巴斯坦的囚犯 但是在11月30号再往前 就没有办法 到12月1号上午就结束 而且可以看到是 其实以色列已经马上开始 全面性对加萨的一个攻击跟军事行动 那当然在这个好不容易 有一个谈判斡旋 结束之后 双方是互相指责的 那比如说以色列就是 当然念坦亚胡总理很强硬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持续战斗 直到实现目标 因为以色列目标很清楚 这里面有一个变数 就是11月30号的时候呢 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 然后出现了这个恐怖袭击 两位巴勒斯坦人呢 他们在一个公车站攻击 造成了至少三位以色列公民的死亡 然后以及16人的受伤 所以呢以色列就以这件事情为主要的理由说 你看哈马斯不遵守协议 他还在攻击我们的平民老百姓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这个彻底的消灭哈马斯 所以整个空袭啊攻击又开始出现了 这个比教授你觉得这两位啊 这当然凸显出来这彼此之间 要暂时停火了多么的脆弱 那你觉得这两位巴勒斯坦人的 这一个攻击事件是哈马斯主导的 还是孤狼式 而他也凸显出以哈之间的信任的情况 到底怎么样 我觉得基本上代表说 以哈之间的这个和解 暂时性能停火是非常的脆弱 那现在很难判断说这两个 他是兄弟党三十几岁 是后面是哈马斯指使 还是巴斯坦人自发性的 可能是因为对于 孤狼式 但是他是造成三位以色列的人民公民死亡 16位受伤 但这两位兄姐马上是被击毙的 但不管如何 被击毙就很难去判断他背后了 其实只要双方有意愿 继续朝这方面前进 应该这方面还是可以化解 那当然以色列会说 这个哈马斯是哈马斯先违反停火协议 还向以色列境内设了两百多枚火箭弹 那哈马斯 这是以色列的这个指控 那哈马斯也指控以色列的国防军 是说你先破坏停火 现在双方互相指责 我的意思是说 假设双方有这种共识啊 就是尽可能透过这种延长停火协议 更释放多一点的囚犯跟人质的话 这个就算是有两位 这巴斯坦人对这个平民发动攻击 造成以色列公民的死伤 应该还是可以压得下来 但现在就是代表说何其的脆弱 那所以我们看也很特别就是 以美国来说 因为我们知道国务卿布林肯 刚好在那段时间点 他一个中东行 所以他访问了好几个国家 但重点还是在以色列跟巴斯坦自治政府 那在这个停火最后破灭之后 以美国的答案来说 该归咎于谁呢 他很明显12月1号 布林肯的公开发言是责任在哈马斯 对布林肯马上跟以色列就是同身一致 同身对 因为他说哈马斯食言了 食言而肥 是哈马斯片面结束停战 而且主要他指的例子就是 这个公车战的恐怖袭击 造成以色列人民的死亡 而且他一直是指说 这个哈马斯在12月1号 向以色列发动发射火箭弹 而且没有释放 原本说要继续释放的人质 这是美国的一个判断 但我觉得后面就是 以哈双方的基础是非常非常的薄弱 所以让这种慢慢堆积 所谓的一点点和解的可能性 突然之间就后继无力了 无以为继 好那这牵涉到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国际又如何的去看待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看到联合国呢 其实就很悲伤的说 这让整个的加萨地区再度的陷入这个地域 那么到底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国际影响 要看以色列的进军的状态是什么 我们看到 我今天看到最新的消息是 他们又空袭了一所学校 就弹民营啊 学校 而且现在看起来不只是加萨北部 包括了加萨南部 都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 美国现在是明显的跟以色列站在一起 对 但是他到底能够撑多久 因为我看到美国的国防部长 奥斯丁都忍不住出来说 你一定要注意 你一定要分辨平民 然后跟哈马斯 但事实上以色列根本做不到这件事情 所以国际上面要如何的认定 然后美国挺以色列会挺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现在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重点 的确是美国目前为止在外交上 还是全面的挺以色列 但是我们从看官员的讲话 从奥斯丁股方部长 国务卿 布林肯到拜登自己 他讲了无数次 你的发动攻击要去区分平民 跟非平民的目标 而且不能无限制的打击 包括日期都是 但现在以色列的作法 好像已经不是只在针对 这个加萨南北部 他是针对加萨南全境 全范围 包括中跟南 都在发动大规模的攻击 根本不知道哪边是安全的 对 所以说 所以说你看哦 那个布林肯11月28号 12月2号 他有一个他的出访行程 刚讲到 11月29号 他是第三次访问以色列 不过当时的停火还在持续进行 但是大家是比较乐观的 说你四天再延两天 再延一天就继续走下去 也许就可以达到慢慢的全面性的停火 那所以当时 他建了以色列 内坦尔胡的战争内阁 也建了以色列的总统 这是布林肯第三次访问以色列 11月30访问约旦河西安 是第二次他上巴斯坦的国土 那从媒体里面才看 他都一直在讲 布林肯在对以色列说 你要小心两个事情 我们希望以他的停火能够延长 那这是布林肯讲的 失败了 第二次要注意人道危机 就我们刚刚所讲 你不能让大量的流离失所 而且他甚至讲说 在条件允许的状况之下 流浪在加萨走廊中南部的这些平民 本来住在加萨市的 应该让他返回原来的地方 这是布林肯当众讲 都没有 所以后面就是有人在讲 因为布林肯这次去 到底跟以色列 现在是战争内阁 到底谈的是什么 怎么谈 那根据一些资料 而且是以色列的媒体 所释放出来的 可能双方还是有些争执 当然 这个争执 布林肯的要求就是 以色列你要调整你的军事行动 而且你的军事行动 不是说几个 不是说 意思是说以色列 你只有几个礼拜要完成 而不是像你讲的 几个月 或是无限制 而且就是一直在重复 美国所强调的 平民的死伤 拜登政府其实不反对 以色列恢复 对加上总装的进攻 就是和谈 假设没有办法继续 释放人质跟囚犯无法继续 我是可以同意 支持你继续打击 事实上 他重新恢复了攻击之后 美国又提供了钻地弹 给色列 就是军事上 这个没有办法 这就是美国的政策 只是他一直提 警告 那可是以色列的回应 是非常强硬 我们看官方的讲法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欢迎大家回到 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 丹江大学 国际书与战略研究所教授 李大中 李教授也非常欢迎 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 美国现在全力的挺以色列 但是这个挺 到底能够挺多久 其实暗潮汹涌 那这当然牵涉到国际的压力 那我们就要来问说 事实上目前 以色列是完全不听美国的 看起来 能够施加的压力 都已经施加下去了 美国希望你能够延长停火 对不起 又恢复了 又开始了 然后呢 美国说呢 希望你能够避免伤极无辜 伤极平民 但对不起 他现在连南加萨都要打了 好 那美国到底该怎么办 美国命运到的是一个 很强悍的以色列 我觉得现在就是 美国面临到一个僵局跟两难 那即便是你在外交上 对以色列有些施压 你可以看到刚刚那两个诉求 以色列的回应是非常强悍 包括以色列国防军的参谋长 他说我们IDF 以色列国防军 其实是有遵循比例 区别平民跟这个军人 这哈马斯的武装人员 我们符合国际法的一些 基本的原则 有些时候我们其实是有等待 到适当时刻才下定攻击 那他的国防部长也讲说 这个所谓的时间点 这个是我们是全体一致的 全国的凝聚 就是要消灭哈马斯 哪怕是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都再说不惜 其实他等于是明着回对 回应了这个 布林肯的很多的要求 那对美国来说就两难 两难是其实你知道在 外交上在政治上 在军事上 其实你不可能会丢下以色列 但是你因为以色列的强 非常强硬的一些外交的作为 跟姿态 你会承受在外交上的一些损伤 而且损伤其实已经出现了 从开战到现在 整个中东世界跟阿拉伯世界 的一些反感 对美国的一些质疑 更不用说美国在这几年 所推动的一些中东和解的进程 那些和解的进程 其实基本上都 应该都是要告一段落 尤其是本来本来 这个以色列 这个沙奥迪阿拉伯 要进行的所谓的外交关系的恢复 这对美国来说 其实是一个好奇 他可以去 在整个中东地貌里面 也符合以色列的意义 这是美国的 原来是打好的一个算盘 那他是承接在川普时期的 一个推动的一些和解 那现在都停了 完全没有 那包括这个沙奥迪阿拉伯的 根本利益 那现在我觉得唯一在政治上 因为现在巴斯坦人受到的 这个损伤是很大的 人道危机 但是对哈马斯的政治上而言 他是有所收获的 那但是对华府的外交而言 现在还有一个叫做北京的因素 因为从开战到现在 其实中国大陆的立场 还踩得蛮紧的 基本上是站在比较维护 巴斯坦的利益 为巴斯坦发声 包括所谓的这个南南 南南的这个合作的立场 那对美国来说 就是一个警讯 因为在中东地缘的 这个角力里面 很多人说 北京的这一盘旗下的 可能会比较符合 多数去国家的期待 其实我们从很多的表决案里 都可以看得出来 至少以联合国的决议来看 那么看起来中国大陆的立场 收获了很多南方国家 包括在这个 尤其是在大会 这几次投票是比较明显 所以对美国来说 是很重大挑战 构成它在外交上 我觉得是重大的一个压力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它很多地方 其实跟以色列是捆绑在一起 我觉得历史很吊诡 就是你说现在 以色列的强硬作风 对以色列的 这个国家的长远发展 有利吗 不利 他只对一个人有利 就是内坦亚胡 他就可以继续的坐在这个位置上面 然后不用担心说 他的下台 然后他要进入监狱 因为他之前有贪污案 所以呢 只对内坦亚胡有利 但是对整个以色列不利 而因为对以色列不利 也使得对整个美国 其实都是不利的 可是就因为被绑架在内坦亚胡 一个人身上 你就发现以色列这整个国家 跟美国这整个国家 都付出重大代价 我们就且拭目以待吧 那么但是我们后面 其实我觉得战争的情况 它会变成一出残忍的连续剧 可是它终究会有战后 而战后的加萨走廊 因为它实在太小了 它跟乌克兰还不一样 乌克兰的面积是非常大 乌克兰的面积是我们的十倍大 好所以呢 它现在被占领18%的领土 可是剩下来的 其实基本上还是维系一个 相当可以运作的一个国家 加萨走廊几乎就是一个城市 也不过就200多万人口 那土地面积非常的小 这比台北是大一点点而已 那么所以它会很快的 比较有战后的加萨 那战后的加萨的治理 其实才会是美国跟以色列冲突 或是美国跟阿拉伯世界冲突的开端 对的确 因为从11月8号的时候 当时布林肯在出席东京 G7外长会议的时候 就提出美国的一些基本的立场 有几个步 第一个步是不能强迫巴斯坦人 从加萨走廊地区被迫性的迁徙 第二是不容许加萨走廊 作为恐怖主义跟其他暴力攻击的一个基地 这是美国很清楚的立场表态 不允许或是不鼓励 反对以色列重新占领加萨 这是第三个步 而且是不应该对加萨封锁 或是围堵加萨 第五个步就是不应该减损加萨地区的土地跟疆域 这五个步其实基本上是一个美国很重要的基本原则 这里面只有一个步以色列会同意 就是加萨不可以作为恐怖平台 对对那当然美国也是一开始立场也很稳 他判定是10月7号那次恐怖主义攻击 但是剩下来的四个步以色列看起来都不会同意 以色列看起来真的很难同意 在这五个步下面其实他有限缩一些战后的加萨走行的方案 因为从理论上而言 大概有几种可能性 因为从10月7号爆发之后 其实看到以色列整个政府官方态度是比过去更严厉 意思是说开始有种念头 就是我开始要重新长期去控制加萨 那有几种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就是方案一 就是以色列有些比较极端优异的主张 就是要把巴斯坦人赶出加萨地区 赶到西奈半岛或其他地区 到目前为止 这部分的以色列的人的比例并不小 对但是这个很难做得到 因为国际反弹压力很大 而且从实务上来看也很难 因为毕竟有两百多万人 而且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的国家 即便是埃及约旦去接收所谓的巴斯坦 加萨首要难民 因为内塔亚胡一直暗示说 未来我们可能要无限期的控制 负责加萨地区的安全 但内塔亚胡有个很基本的立场是 我不会让战后冲突之后 让巴斯坦自治政府 这阿巴斯那边去来控制 来主管所谓的扎他走廊地区 这是以色列非常非常反应 非常激烈的一个反应 他甚至讲的话是非常非常强硬的 那所以方案一非常极有意的主张 我觉得很难做得到 国际社会不可能接受 也不可能有人去接纳难民 要把整个巴斯坦赶走 那这个方案二就稍微比较 不那么激烈的一个右翼的主张 就是说因为要赶走220万人 不很难 但以色列可以考虑 把加萨首郎约旦河西暗化 什么是约旦河西暗化 就是可能是这边有一个政权 巴斯坦所产生的 没有那么极端的反以色列 但是以色列的国防军 必须得控制加萨地区的安全 包括要经过IDF的检查战 而且IDF要在境内 加萨首郎境内去掺出 任何有可能 这种萌生的那种极端的势力 像哈马斯 而且视情况的需要 可能在战争之后 以色列可能要稍微控制 或是占领一些原本属于加萨地区的土地 这是表面上没有占领 但实际上面用蚕食的方式 控制来控制占领 那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有人说 现在看起来几率很不高 就是返回原点 就是基本上以色列国防军 在任务结束之后 退回以色列境内 但是要采取更严格的这种监控设施 比如说你的围墙 之前有隔离围墙 要设定一定距离的禁区 就是进入禁区内可能要遭受射杀 或是说要布雷等等 但是这一点其实跟美国所主张的 不要试图去封锁 或是围加萨 也是有些抵触的 但基本上以色列国防军会撤回 这看起来这三个以色列的副案 从极右的到右派的到中间偏右的 其实理论上都违反了美国所提的 那五步当中的其中的四个 对因为美国跟部分的国家 可能会比较愿意说 战后的加萨把哈马斯力量铲除 或是尽可能压制之后 让加萨斯坦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来去控制来去主导 未来的这个加萨走廊 但这一点我已经摆明很清楚 不可能 所以呢现在有冲突 然后呢战后恐怕冲突 只会更剧烈 只是他用他现在的冲突是惊吞 未来的冲突是蚕食 因为约旦河西岸话的话 其实那就是一种蚕食 他们就不断的有个占领区 然后接着把当地的人给赶走 然后呢大肆的去搜捕 他们认为反对他们的人 然后接着另外占领了一块地 然后再把别人都赶走 然后接着再来大肆的搜捕 那一些反对他的人 约旦河西岸的情况其实就是 其实理论上还存在最后一种可能性 就是要说你有联合国做监管 但这可能性几率非常低 因为任何的联合国违和行动 或者政治特派团都要安理会同意 所以关键在美国 交战双方都要接受 基本上几率又是变成零了 好的 我们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COP28 现在正在杜拜举行的这个会议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 斯坦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 李大宗李教授 他同时也是中国 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的理事长 好 那我们就来看COP28 那在杜拜举行 一方面有气候峰会的本身 二方面 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根本就是一个石油生产国 在石油生产国来办气候变迁会议 一定会有很多的环保人士觉得 这点也不对 那点也不对 所以这两个两个主轴怎么观察 第一个是这次的气候变迁峰会 其实才刚开始 大概一个礼拜到12月12号才结束 那在会议之前 国际媒体也有一些认为观察的重点 比如说能源转型 还有损失跟损害基金 这的确是开会的第一天就达到的成果 因为从前两次的这个气候变迁的峰会 包括苏格兰的格拉斯哥 还有去年在埃及的这个夏姆希克 其实对这方面都还没有达到一个共识 但这一次是有的 还有气候资金的缺口 还有甲烷跟粮食系统的重视程度 还有这一次有比较多的这个各国的地方政府层级 不管是市长州长这种层级的参与 所以是这一次的大家可以观察的重点 但第一个是第一天的重大的成果 是比较比较比较明确的 就是损失跟损害基金 因为这个概念其实在1991年 万纳度这个小岛国家联盟里面所提到的 就是说在这个气候变迁的这个影响跟冲击之下 那些对全球污染造成很少 但是承受最大的损伤的这些国家 应该要获得一些补助 一种比较平衡的一种做法 那在去年的埃及峰会上 大家原则上是同意 但是并没有一些很具体的一些做法 但这一次一开会的第一项重大的突破 就是会议中快200个国家 大家全数同意要设立这损失跟损害的基金 而且在同意之后 已经有个别国家先表达一些 这个实际的投注 这不能不说是阿博联合大公国 一次很成功的 对 这一个形象外交 对形象外交 对 因为比如说在两年前的格拉斯哥 其实当时的高收入国家是反对的 他是说要用三年的对华 即使去慢慢形成共识 即便到去年刚讲的埃及的峰会里面 也是没有确定 但这一次第一波就有这样的成果 那而且是地主国 主办国 这个阿博联合大公国 先率先说 我先承诺1亿美金 欧盟2.46亿美金 英国在5000多万美元 那美国跟日本分别提供在1000多万 跟1750万跟17万美金 但总数在一开始 大概拿到4点多万 4点多亿的一个承诺 那还有个别国家 会陆陆续续往这边走 那这次当然是第一天的一个 比较让大家振奋的突破 但第二点就是像刚才 封星所说的 因为这次的这个主席啊 主席国 他是身兼阿博联合大公国 国英阿博达比 国家石油公司的执行长 所以早在峰会之前 不管是环保团体 或是一些国际间重要的 一些倡议的组织 甚至包括在11月底 国际媒体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 他有很多的一些调查报告 他意思是说啊 这个主席贾比尔 想要利用这一次的 气候峰会的这个场域里面 推广所谓的石化燃料领域的 一些商机跟其他国家 包括中国大陆 德国跟埃及等等 一起去寻求发展石油 跟天然气计划的这种可能性 是试图利用这个机制 COP28 主席的地位 然后为这个谋求利益 但这样讲法 当然贾比尔是很愤怒 马上反击 他说这个报道都虚假 虚构的 不正确的 他说是在迫害我担任主席的工作 他甚至很直白讲说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认为我们的国家 或是我本人需要靠这个机制 或是这个主席的位置来谈商业交易吗 我也觉得 这很好笑 他们卖油这件事情 哪里需要靠主办气候峰会呢 对 所以他也曾经说 我作为气候峰会这一届的主席 我跟这个 我所有的一个工作的职责 就围绕一件事情 就是要实行实践 COP28的所有的议程 达到大家所期待的目标 这是他一个回应 但是他这个主席的身份的确也不是最近 其实这一阵子 类似的一些环保团体是有些维持 或是有一些 或是对他本人而言 这些是所谓的这个阴谋论 我也觉得说 其实你有没有注意到说 像之前 他们主 就中东地区 卡达主办这个 是卡达嘛 这个世主赛 有没有 就是中东地区办这样子的一些 国际上的活动也好 或者是 做一些国际上面的一些 这种 这种 这种主要的召集人的这样的角色 他一定会遭遇西方媒体的攻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可是 这样子的攻击的结果 是让 这一些中东国家跟 西方媒体之间的关系 是越来越紧张的 如果大家 花比较长的时间去观察 中东国家跟西方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媒体 在中东国家做的挑剔性的报道 扮演了很多重要性的角色 我不敢说一定都是虚假 但有很多是虚假的 或至少是不实的 或者是可能是过于挑剔的 这一点 其实我们必须要 排除掉西方的媒体滤镜之后 我们可能比较能够看到 中东国家的真实 对就是可能不见得 因为媒体一定是挑他所要的 有兴趣的地方 还有切入的角度 没错 好 不过我们最后讲一下 基辛吉过时 对 基辛吉11月29 当然这个 因为 他是 他是有 有他的历史的意义 跟重要的地位 当然就是当时的 所谓的中美关系 尤其替他1971年 命运访问中国大陆 也替72年 美国当时的尼克森 访问上海来做铺路 然后一连串的 所谓的美国跟 北京关系正常化的过程 而且他访问中国大陆 超过100次 对 这点其实是很特别的 对 那大家最近最后一次 对他很有印象 其实就今年7月 没错 好 当然我觉得像基辛吉这样子 就有影响力的国务卿 是很少见的 大家去翻历史 大部分的国务卿 下台就下台 对 大概像基辛吉这样 能够维持影响力的 很少见 他的一生真的非常精彩 非常谢谢李大宗李教授 也非常谢谢大家 收听收看 谢谢